90%民营企业老板不是不学习 是学的越多 错的越多 就是全中国的老板都会跟你讲 张老师不要跟我讲废话 直接来干货 我问你什么叫干货 方法招数和案例 在你们认为那些最干的东西 在我们认为是最不值钱的 各位方法招数和案例可能是错的 可能会过时 可能用在别人企业那里是对的 用在你这里就错的很离谱 所以方法招数和案例不值钱 值钱的是方法招数案例背后的因果关系 底层逻辑和第一性的原理 可是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老板是不愿意听的 好累哦 让我去思考 可是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你学了那么多的方法 那么多的招数 别人在那里用得很好 你为什么用不了 对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知道而做不到 老板和老板的竞争是什么 不是方法的竞争 是思维的竞争 是认知的竞争 做我们今天是要去真正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说 我们创业者一定要练十八般武艺 我们练葵花宝典 练祥龙十八掌 练玉礼心金 变乾坤大挪移 结果一个蚊子在桌子上 我到底是用哪个武功打他呢 你拿手把他拍死就完了 你们听完张老师的课 再去听其他人的课 你们会功力大增 因为你们是心法在提升 就是你们会提升学习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反思的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很多的小伙伴 在后台给我私信 到底在哪里可以学习到你的课程 那么老师因为有很多的咨询 和培训的项目 也不能做到每天晚上和大家直播 所以呢我们就把最精华的内容 录成了我们的视频课 这场课程呢 叫做流量绝经 全渠道增长 这是老师自己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小黄车的部分呢 大家去了解 就可以获得老师最新的课程和资讯 一天只需要一块钱哦 365 让老师陪伴大家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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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询 订阅 转发 打赏